監視器看見兩台車下來好幾個人 手拿球棒跟刀子準備要去找麻煩 結果雙方一陣鬥毆 家門口流下血跡 居然是發生砍人事件 鄰居超驚恐 連話都不敢大聲說 地上還可以看見被害人驚慌掉的鞋子 甚至還有球棒遺落現場 路面都是碎玻璃 到底是有多大仇恨 事發地點就在高雄男子12號凌晨 陳信男子酒後電話跟河南嗆聲 還約對方到家裡談 河信男子居然持刀跟球棒 帶著四個人衝去理論 砍傷陳男弟弟左肩跟右手虎口 血流滿地 引爆流血衝突 但這居然是債務糾紛 我回頭了 誰 你怎麼不跑到這樣 我往家睡覺 就在這裡 車子沒射到那個 那個 那個灰燙 那個灰燙 那個車也沒有戲 就是 比較人跑的 今天這個不要犯啊 回到糾紛現場屋內滿是工具 血跡都還清晰可見 所幸傷者送醫後沒有大礙 為了七千元的債務糾紛 就落人鬥毆 還持刀砍人 警方獲報到場 嫌犯五人嚇得開車逃逸 請了解 戲債務糾紛 旅久後與有人起口角衝突 而衍生後續事件 債務糾紛引發流血鬥毆 為了七千元犯下 拿刀刺人犯罪還逃逸 警方正在追氣中 記者洪富人蔡雙及郭宜貞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